歡迎收聽《紳士國慶》新聞 我是佩文 以下節目內容 取財智時政評論員楊玲 刊登於《大紀元新聞網》文章 中共央視315晚會曝光了很多關於食品的問題 令人哀嘆 不知道究竟什麼是可以安全進食 隔了沒有幾天 中國的財新網播客刊登了一則短文 聲稱上海、浙江、江蘇、山東等東部地區 人群血清中的化學暴露物 濃度非常之高 所謂的化學暴露物指的就是化學污染物 短文聲稱 近日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許國旺團隊 收集了中國5696名的健康人士 和12種慢性病患者的血清樣本 並對267種化學物質進行了血清生物濃度監測 結果顯示74種化學物質的血清 被驗出頻率高於50% 上海、浙江、江蘇和山東等東部沿海 人口密度較大的地區 人群的血清中的化學暴露物的濃度明顯是較高 而從化學物質種類角度分析 有機錄農藥和全氛化核物與多種慢性的疾病存在關聯性 統計模型分析顯示 這些化學的污染物 能夠在不同的程度地提高高血脂症和高尿酸血症的發病風險 這篇短文的內容是來自自然通訊雜誌3月13日發表的文章 該雜誌是國際出版公司自然出版集團2010年上線的科學期刊 該文章認為暴露於不良環境被認為是慢性病發生的主要原因 在血清中監測到的污染物除了是農藥 還包括除草劑、受藥 是用於廚具和包裝上的全氛軟機物質 以及廣泛分佈於自然界中的有機化學污染物 多環方廳等等 無獨有偶2024年2月8日中國法學會主辦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和國家色譜研究分析中心 承辦的專業性學術期刊色譜 也刊發了類似的文章 題目是《人血清中97種典型化學污染物暴露特徵及健康風險評估》 文章中採用的是化學污染物的說法 文章澤耀聲稱該研究是以中國中部地區 某市60名的普通成人為研究對象 檢測它的血清樣品中97種典型化學污染物的濃度 結果是顯示 在人體的血清中主要驗出污染物是屬於有機錄濃藥 多錄聯本和多環方廳 同時有兩個針對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地區 人體血清化學污染物濃度高的研究結果 無疑是恐怖和令人感到震驚 而這個結論也應該適用於在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區 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有調查報告爆出中國人身體內化學污染物超標 2012年美國一家名為《移民與難民研究》的雜誌刊登了一份哥倫比亞大學 對1,999名紐約移民進行了有關健康與營養檢測的調查報告 結果顯示來自中國的移民他們體內血液中的鉛、鴻等重金屬的元素含量已經是遠遠超標 相比其他國家的民族移民 中國移民血液中的鉛的濃度高出81% 鴻的濃度高出69% 而鴻的濃度則高出正常的110% 報告聲稱這個情況是令人堪憂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員認為 中國移民的體內含有如此高濃度的鉛、鴻 是在他們離美國之前在中國長期生活息息相關 對此中國媒體亦予以報導並隨即引發了對中國土地的污染 重金屬超標的討論 有專家指出 重金屬元素在人體內大量儲存 主要是來自於土地的污染 因為人所食用的主要食品 是均來源於土地的培育、種植 為何中國的土地污染會這麼嚴重 中國國土資源部曾經公開表示 中國每年有1200萬噸糧食遭到重金屬污染 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 中國水道研究所與農業部道米 及製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2010年的研究表明 中國五分之一的艱備已經是遭到重金屬的污染 其中重金屬元素隔的耕地污染地區涉及11個省25個地區 以湖南、江西等長江以南的產量區為最嚴重 新華社也曾報道 2009年至2012年的三年間 中國已經有30多宗重金屬污染的事件 土壤中重金屬污染主要是來自以下三個途徑 首先是隨著大氣沉降進入土壤 而大氣中的重金屬則來源於能源、運輸、 置金和建築材料生產的而產生的氣體和粉塵 而這些產業一直以來都是官方大力發展的支柱產業 第二個途徑是隨著污水灌溉進入土壤 中共大力發展工業 但是對工業的排污所造成的污染 視若無睹 這是最根本的關鍵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來自於抗業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污染 經過日曬雨淋之後 堆放或者是處理中的固體廢棄物 它的含量重金屬元素 會輻射至周圍的土壤和水裡 而污水處理之後形成的污泥 也會對土壤造成極大的污染 此外糧食的作物、蔬菜、水果 在種植過程中大量的農藥、化肥的使用 養殖業大量使用受藥 在中國人不得不面對食品安全的嚴重問題同時 也都導致土地嚴重的污染 十多年過去之後 中國土地污染嚴重的程度只會是更加高 中國人吃的東西更加是隱藏著各種化學品 農藥的殘留 並且每一天是進入人體 加上中國人食住和日常所使用的有關各種化學物品 例如不合格的治療水管道 是不停地損害著人的健康 在無辦法之下 人只能夠是尋求自保的方法 毫無疑問造成中國人血清化學污染物超標 造成中國土地污染嚴重 飲用水食品不安全的罪魁禍首就是中共 為了謀取巨大的利益摧毀中華民族 選擇全力引進全世界獨性最強的生物化工企業 轉基因巨頭 不惜將中國徹底污染 將中國人從旅到外徹底殘害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點讚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公已經uli 即使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